魏江磊,联想集团副总裁,中国区首席市场官。 2007年加入联想,担任大中华区战略与运营副总裁。 同时,负责联想集团新兴市场,俄罗斯和独联体的业务发展及运营工作,并协助台湾及香港地区业务拓展。 2008年,负责联想服务器和外设数码业务。 2009年,负责联想新兴市场,俄罗斯和独联体业务。 2011年,出任联想集团中国区首席市场官。 全面负责联想集团中国区市场、品牌和产品的整合营销推广,以及内外部沟通工作。 加入联想之前,他拥有在全球化公司近16年的工作经验。 在IT业的市场营销、销售和品牌战略管理等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将迎来自己儿立之年的联想品牌,已经从中国本土品牌快速成为世界级品牌。 从Nagent到Nanova的品牌切换,从本土化品牌营销到登上国际品牌竞争舞台。 联想品牌营销策略,经历了哪些不同群城的变化与挑战呢? 在2013年4月,联想公司适施大会上,联想集团董事长、CEO杨元庆坦言称,联想的企业形象需要转变。 总共于保守稳健的中年大书形象,将转变为更加年轻、时尚化、消费化的形象。 这一信息,对联想品牌而言,将经历哪些创新与变革呢? 我们一年有四次,我们叫Workshop,就是我们的市场同志在一块,大概每次两百三百人,一年开四次会,我自己不止一次地讲过, 我说,我的压力是这样的,就是今天联想品牌在中国的风格,跟要打造的风格,是跟我个人的经验,我的眼界都是息息相关的,这是我的风险。 如果今天比如我看到了方向,我只做了方向,这点大家可能上百人跟我错误的走了两个季度或三个季度。 你让公司的领导跟你说你这方向不对,那一年后的事了。 所以今天比如说我们在有个发布会的话,就原品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状况,认可。 我们这次的特级板发布会,大家都第一次看到,认可。 所以我的压力是说,今天如果我选出了方向,那就浪费几百人的努力,至少一年时间。 所以这个公司全我有风险,我自己做的事情更有风险。 但这让您说的一样,我的担当是说,我自己要跟自己设一个目标,说我自己的学识,我自己要去学这个东西,能够让我在这个职位上做得好。 因为我的见识,决定今天两间品牌在中国,被大家认识成什么样子。 我觉得这个不用太谦虚,就是这样。 因为没有人可以替我决定说这个品牌干什么事情,没有人会替我决定说,在一个campaign里面,我要做什么不做什么,这是我说了算的。 只是这些年我做的事情被大部分消费者认可,或者被公司认可,或者被公司一部分人认可,慢慢更多人认可,这么一个过程罢了。 1012的会的话,我跟徐东汇报第一次,徐东觉得很好,跟桥健回答,桥健觉得好,跟原庆第一次汇报,原庆没说话,下来之后我就,哎呀,很奇怪,为什么没有挑战我们呢? 后来桥健说,你可能要再汇报一次,原庆可能想别的事去了。 一个小时,原庆没有说什么地方,嗯,可以,下来了。 我们第二次汇报一个半小时,又汇报一模样内容,原庆说,为什么不讲产品? 你有保证你不讲产品,别人还能看懂产品吗? 我说我能保证,我们做什么什么事情,能保证。 然后还问了,大概有一共四个问题,四个挑战,我们都一一答,一一应答,才有后来1012这个发布会。 确实得这样,但还有一点,我做了一个改变,就是以前的话,在联想,我那时候做offer的时候,特别觉得纳闷心,就是, 我们开一个发布会,只要是公司有领导去的,都是在,我们一个部门叫CLT,就中国领导团队,十五六位。 有今天做大客户的,做消费的,做中销企业,做服务的,做HR的,做法务的,做供应链的,我做operation,做运营的,还有做marketing的。 那marketing他把所有的公司老板要听到会,都要上会讨论。 这个,我这个社就比如今天,他主视觉什么样,这根是我不喜欢那个蓝色,那个蓝色不好看。 接着说,我不要那个红色,这红色看多眨眼,我要那个,我以前在开国,就说,那为什么你们能说,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重要吗? 所以今年的话,我们没有一个这样的会,旭东元庆要参与的,我上过CLT这个会,因为我觉得没有意义。 我只能说,今天这个发布会,我们要去的什么样的KPI,我们花多少钱,什么时间,大家到时候出去就好了,我不会跟他们讲,我到底做什么,没人知道做什么。 元庆知道,旭东知道,因为他们两个才能讲话,刘军知道,除了他们三个之外,没人知道。 我也不汇报。 Marketing这东西是非常subjective,就是非常人者见人,智者见智的,如果我今天,我做一个什么东西,大家投票,我发现,我告诉你,一定投的结果不是最好的结果,我给你举个例子,这个K900,这个ID,当年我,11年的12月份,应加拿出这个ID来,姚应加是我们的这个产品设计的总监,总负责人。 这个ID被公司kill掉了,被避掉了,因为我们总有五组,这组是最不招人待见的,是被打入冷宫,然后人家心有余悸,他不甘心就拿出来,让我们看了一遍,我在我手,我喜欢这个ID。 然后说,这个ID公司,LEC,这个执委会,你决定不用了,你不用再看这个ID了,我说我只要这个ID,中国去,如果你做的话,我承诺30万销量,才有到今天这个ID能活下来,到发布之前,还有很多觉得这个ID不可能,大家都是圆的,你们所说的都圆的,说这个是方的,这手是怎么能不能卖的,不可能有人卖。 北京夏拙放完电影之后,大家都改过来,说,哎,这真棒。 我看了几个人,当然说,这ID棒了,我说,当时你说的不不好吗?如果问你的话,早就没了产品了。 这些判断,我自己要承担责任。 像我们S880这款手机,以后咱们能讲到,这个手机,我们在去年6月份选择,我做这个手机,我投了8300万人民币做这个手机。 这手机原来在我们的销量计划12万,12万部,资源是800万人民币,我看完这个,我投了8,我用了公司8400万人民币做这个手机的这个举管工作。 这手机最后卖了103万,103万只大赚我们。 我自己就赌给虚东,给刘军写邮件,保证我能做到至少40万销量,我才可以动用公司资源,因为每台差不多200块人民币。 那这些判断的话呢,你说今天有没有风险,当然有风险了,我可能判断错了。 那就是我今天投了公司资源,8000多万我浪费了,在一款产品上面。 那我做对的话,这产品卖了103万只,我们就大赚赚得非常多。 这个当年是K900这个产品,这是我12年3月份,这产品定型是5月份我们才决定要做的时候,3月份我给他写了大概10个它的指标。 这个产品上市的时候,10个指标有8个指标打超,两个指标达成。 所以当时我们做了很多的研究,对今天当年的5寸的手机,所有的这个指标,包括重量,薄厚,材质,相机,像素,这个屏的选择,电池,CPU,显卡显存。 我们就做了很多的研究,当时所有的净品做的什么样的这种配置,未来6个月,他们有可能的roadmap我们都做了研究。 所以当时我可以写出一张这个手机的配置,我写完之后扔给我们的研发部门,说你照这个做吧,就照这个做了。 我们在今年订阅一个产品,8寸的平板电脑,两页纸,22个style全是我写的,拿给后端,后端研究了一个月,回来跟我说做不到。 因为22个style做到之后,成本大概差700块人民币,多出700块没法做。 那这些studies,我们作为marketing,我们做了很多研究,我们研究了所有的当时的净品,就是过去这一年的roadmap,就是他们一年前的产品,建立的产品,所有的这些关键的部件的这些配置,我们都做了研究。 所以今天我可以拿起任何一款5寸的手机,说这个5寸手机如果在6个之后发,应该有哪些配置,能够让我们在6个之后还能继续领先这个市场。 那这个东西是我们做了很多产品的study做出来的,所以对这些配置为我的理解,为我的学习的过程。 投了资源之后,这个产品,我们开始特别遗憾的是,投三周的rump up,就是我们这个产能非常差,因为大家,这个是联发科的MTK6515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一个季度的产量30万,当时出来的时候,然后我叫他们在一个季度给我book25万,基本就把我们都book下来,他们只book了15万。 但好在说,我们在一周之后,大家第一周,这产品卖了一周之后,我们就卖到差不多2000Rout,这1999没卖这么多的。 到后面,咱们看几张这个S880,你帮我去找到S880Rout在那儿,都说四五千,就从来没有在这个季度我们能卖到这么多的。 所以后来我们很快的把联发科这个平台的产能都book光了,所以精品是在我们6月份发的,618发的,基本是在11月份才开始跟我们供应一模一样的配置的手机。 在完了我们大概四个多月,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校长的色太小,就是一路从零开始一直爬到大概4000多,这个非常快,所以我们这个产能把联发科说成的都book过来了。 所以今天正品的话,当精品出来的时候,他们直接包标1599,魅族6515平台直接包标1599,还有两个什么品牌,我忘了,都卖1599,只有我们这1999我卖了四个月。 我写军令状,写给刘军,写给徐军,说我保证能四万四十万,否则他不会让我玩这个的。 8000多万就挺大笔钱的,而且我没说肯定,我就8000万,我不做这个做这个,那时候,当时公司决定,这个是公司的这个王牌,我们叫做K,K系列是我们最高端的。 这是唯一一个去年我没有碰的高端,就是K,我没做,做到这个S系列的。 但后来这个事情做完之后,产品经理在找我开会的时候就客气多了,因为像巴巴林产品经理,跟我们配合的非常好,我们一块总结了这个卖点,这巴巴林产品,我们现在做的很不错,就今天我们,我们要合作,我们选的产品,我们跟产品经理合作的非常好。 我们今天不选的产品的话,我们想说为什么不选它,后来这两个产品经理我们的关系都非常好,所以这个产品经理接着后面做了K900,我们在我们那个视频里面有它呢,但确实是我希望今天,如果我们对市场有这么多了解,对今天有这么多研究,我们对市场有我们的判断,我希望我们的判断能够被公司的体系能够尊重,前提是判断得靠谱,你现在说的都不靠谱,对吧,那就很难做,就包括像那个,我们K900这个价格, 我们币有想定的更低,我跟徐东,我们打了两个月的价,结果把价格定在这个价格上,S880这个价格就是我定的,因为1599,我觉得太便宜了,定1999,那对价格这东西,其实中国区我们是作为销售的团队,我们有发言权的,所以每个绑架,徐东跟我一块跟他们说,价格不能接受,反复开会,反复把价格重新定一下,那这个就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跟对今天所有净品它价格段的研究,你才敢说今天你交价这么多,你卖的越贵,卖的越少,但是卖的越贵的话,你的毛利剧, 越多,你毛利越多的话,你有空间,反复的在投入你的推广,就是一个单根器的关系,880,我们今天第一梯是4700万,投完之后,后面的钱全部来自这个产品带来的利润,我们最佳投入的,所以我们的做法,不是说今天8700万,你就给你随便发,你先花了第一个费,我们在第一个阶段之后,你要达到KPI,达到之后有钱,你得做第二个费,我们叫pay as a goal,就你能做多少,你能花多少钱,因为你做得不好的话,后面就没钱了,这个蓄的水就干了, 但你卖的量够大,你的这个利润够高,你还可以继续的投入,继续从这个产品里面拿出钱再做事情,这么个逻辑,要每半年看brand tracker,但这个我们知道就是品牌调研嘛,但还有一个不好的呢,就是很多大家对品牌的认知来自广告的,你看那个苹果的广告,苹果在电视上做的广告, 我们一整年的智能手机的投入的广告,苹果去年在电视上光天的投了29亿的广告,在电视上投的广告是我们所有的智能手机加在一起的广告的 七倍,所以如果今天一个人比你投多七倍的钱做了广告,你怎么在知名度跟美度能打败他,这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非常困难,所以必须要想很多其他的招,所以苹果不会这么辛苦做这些事情, 我们会,中国我们是每个技术队友,我们就是从监制的广告量来讲,就今天如果谈3C的投入,就PC投入我们是最高的,手机投入我们是第六,我们在我们之前投的比我们多的苹果,三星,博托,诺基亚,华为,我们排在第六名,就是手机的广告投入,我们排第六,分为我们第二,知名度我们排第四,现在,所以每天投的多, 他们比我们多多,他们因为量大 我自己做过五年的oper运营,运营的话,一个主要的工作是订产品,什么的订产,就是说,我要决定说在俄罗斯上什么产品,什么叫上不上品,这个产品的配置是什么,卖多少钱,那我其实我在做运营的时候,我最习惯带的是这么一个本,我去的每一个市场,这个是每年5月7号被搭, 布达佩斯,中文叫什么,在布达佩斯,我们主要的卖场的那个,所有竞品的配置,跟价钱,那这个本来还有,像在印尼,这个是哪位,我看看,东芝的,这是4月13号,在硅谷的, 4月10号在德国,就是你去每一个地方的话,我们都会走卖场,然后会把所有的这个,竞品的核心配置,价钱全写下来, 什么好处,这东西,其实你开始我也不熟,做电脑,这事,搞不清CPU,线卡显存,但你一年之后,你发现说,你对每一个CPU,我刚才说过,你告诉我CPU的形怀,你告诉我,线卡显存,告诉我你的这个,所有的配置,我这个告诉你,这个东西都卖多少钱, 价钱不会差30块美元,然后我告诉你说,你如果要做cost down,降价,机会在哪,你应该从平上来,那边从这个, 6车,降到4车的电池上做工作,还是跟操作系统,那这些style,其实是做销售的这个习惯,如果你要做一个好销售的话,你必须有这个,这方面的工作,这个挺多,这个本来用了四五本, 反正再来,其实真的回到当年,去过说的地方,上面都有,挺好玩的, 布达佩斯,这是哪,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好玩,这都是慢慢自己学的, 是这样,因为本来我跟老板交了三个kpi,就是top of mind,就是第一T几率,每余度跟创新三个指标, 后来徐东说,这三个太容易了吧,对吧,你蒙对了,不知道这三个,你给我拿一个更细致的, 所以我做了63个kpi,他接受了,但很不巧,或者很巧的是,63kpi都达成了, 但那三个里头有一个,就是每余度没有达成,差了一个百分点, 所以如果按这三个的话,我就做了百分之六十,因为有一个没达成, 两个做成,一个没做成,按63个的话,就都做成了, 所以看夏里巴尔是怎么跟我说,但有一点, 一分半就是你老板怎么评价,另外的话,我觉得做这些事情的话, 一定有点自己的固执, 今天你做很多事情跟别人不一样,一定有很多个告诉你, 说这个不好,那个不行,这个不一样,那个不应该, 你自己是不是特别的坚持你自己坚持的东西, 然后就要做一段事情,我们第一次上来做一个发布会, 做完之后,很多人跟我说这个不好, 大多发布会,还有人跟我说不好, 每次我都说,真是,这个也没注意,下次一定要再想一想, 那还要这么做, 但这东西可能做时间长,他们拖拖就习惯了, 但习惯之后,我们才能坚持把我们要做的事情, 一步一步的往下做,所以这个做品牌的人, 我觉得应该有点坚持, 你自己知道想做什么事情,这事情如果是对的话, 那你要坚持起来,否则你也撑便宜了, 那你就没法当,因为我去年做六个主要的我们的战略产品, 像优格,table pc,智能手机,智能电视, think服务器,还有一个是超级本,六个can pay, 每个can pay的话,从百度指数, 到can pay后色的知名度, 第一个后色的提及率, 还有这P2多少,我们文章曝光上面全有, 一般一个can pay是大概六到八个指标, 比如说今天百度指数, 我们像S880这个can pay做完之后, S880百度它超过一万, 我们当然设的是七千, 我们超级本的百度指数的话设的是四千, 我们最后做到七千, 都是每个都有, 这是一整套的kpi, 因为kpi体系是我设的, 所以每个kpi该怎么设我们都非常清楚, 因为老板他不知道怎么设, 说百度指数是怎么回事, 他说不清楚, 那自己是, 我之前啊, 就是今天我作为CMO的话呢, 如果我给自己的, 我自己的这个campaign是我管, 我设一个很低的值, 然后呢, 所以我跟着我干的人都觉得就极大欢喜, 那你其他的campaign, 别人都会是个特低的值, 比如说我们去年做这个, 有个发布会, 我们要做一千分钟的影视报道, 他说同样的这个左腾做PR, 傻眼啊, 说一千分钟, 我们看玩笑吗, 一千分钟, 我们不上电视的, 后来做了多少分钟来着, 你们做两千分钟, 达一倍, 但是从来联想, 没有一个campaign能在电视上曝光一千分钟, 从来没有过, 从来没有过, 所以当时把他们给提坏了, 就整个团队跟我说, 不会吧, 你拍个脑子说一千, 我有我的这个考验, 后来做了两千多分钟, 意味着今天比如说两千多分钟的电视报道, 有多少人能看过, 你们要看电视的话, 你就看到你的优格, 你们都不看电视的时候, 你们不知道, 联想的文化是这样的, 每年会老板问你, 你有什么职业生涯的目标, 想干什么, 你就说你干这个, 然后过两天说你干这个, 就这样, 我当时记得近联想的时候, 07年我是想做marketing来的, 因为从惠博做了marketing, 请到联想做marketing, 上班的时候老板跟我说, 我们operation没人, 你先干这个吧, 干了五天, 还有中间, 比如说09年, 我管俄罗斯图典体, 我一年在莫斯科待了一百零二天, 09年两年, 每个月都去莫斯科, 飞七个半小时, 再飞后来, 我那一口像, 终于到10年, 我跟我们家人商量, 说咱们搬莫斯科吧, 两年的contract, 搬两年, 从10年的五月份开始, 跟老板正式申请, 好, 这次拼了, 搬莫斯科住, 两年, 6月份开始, 办walking visa, 到9月中旬, 老板打电话, 就是在基辅出差, 礼拜一回北京树职, 你管EMG的operation, 搬回来了, 是搬回来了, 然后, 干预言之后, 老板通知我说, 这个, 少彭走了, 所以你的工作改变了, 你回中国去管marketing, 我当时在河北, 跟NVIDIA开每个季度的QPR, 叫Quartal Business Review, 每个季度开会, 把电话告诉我, 说你老板走了, 你的工作换了, 我说我时间考虑, 当然有了, 明天上午告诉我们, 做不做吧, 所以我说礼拜二接到电话, 礼拜三回到北京, 进了办公室, 坐着跟徐东说, 行, 坐, 礼拜一, 再过来礼拜一上班, 你可以说不做, 我又不知道说了不做会怎么样, 是不是没工作, 赶不清酒, 连想到这个文化, 这不允许你跟他再讨价还价, 所以今天我做marketing, 可能明天那我去做H2了, 我又说不论了, 不会啊, 有条件我不会做, 我做offeration的时候, 我觉得我特别适合做offeration, 我就特别笃定我offeration做得很好, 花了很多精力, 又做了很多改变, 我们整个EMG的所有的BMS, business management system全是我建的, 因为没有以前这个部门, 全是我一手建起来的, 我还管我高性能服务器, 我管得非常好, 那些服务器在公司七年没赚钱, 照我说的一年盈利了, 因为我对东西比较熟, 以前在汇博管这个underprise的, 管企业及产品的, 但是公司如果让你去做别人, 你还得做, 我觉得经常跟我Tim看一看说, 当公司给你这么多薪水的时候, 让你干什么, 不用跟公司去争论, 我不能去别人说, 我觉得我自己说的是, 我觉得碰着老板的比较好, 沙鹏把我带到公司来, 然后给了我5年机会, 那5年我做了巨多的特别愚蠢的事情, 这个特别多, 一直能容认我, 后来直到沙鹏离开的时候, 我们俩他走了之后, 去了农业, 我们回来一块吃饭喝酒, 他跟我说, 什么见过你这么固执的人, 说这么多事情, 你怎么说你都不听, 非得自己装作头部血流, 你才会学, 跟徐东干的话, 就是很多时候,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事情, 然后徐东问我说, 为什么做这事, 我解释一遍, 他也没大听明白, 他说那你先做吧, 做了之后咱们复盘一下, 所以我觉得今天, 无论从沙鹏从徐东到今的元庆, 都是给了我特别大的英文叫自主权, 基本上是交给你的话, 你要负责, 所以我做了很多事情的话, 一开始的时候, 我不认为每个人都非常的认可, 或者计划层次的时候, 不认可, 做完之后看结果, 结果OK, 但我再做下一个, 所以我觉得这是今天, 我的老板们对我的这个信任, 对我的很大的动力, 所以他至少信念里说, 你该很努力的做, 你可能做的事情跟以前不一样, 但大家拭目以待, 看到会不会有更好的这个效果, 这个信任我觉得对我来讲, 是特别大的一个动力, 另外就是, 真的给了我很大的权限, 特别大的权限, 我可以今天就在任何一个产品的发布, 我可以就在这个产品的, 它的定价的方法, 我如果想做的话, 以及我可以今天这个产品的主要配置, 如果我对产品有了解的话, 我们最近在跟那个消费同备在谈, 我们就看他们年度计划的时候, 他们的基本产品中间非常痛苦, 就是有几个这个价位段没发卡, 我们要开会, 开会的话, 旁边是白玉利, 白玉利是消费的GM, 我们在俄罗斯合作两年, 他教我两年怎么看产品, 手把手教我, 然后我跟他说, 你拿这个产线, 这个BireBank, 就这个机器, 配个AMD的CPU, 把显卡改成AMD的显卡, 把操作系统换成这样, 他不就能cover这个价位段了吗, 然后最后决策就是这个决策, 就是我们真的是把拿出一个, 我们已有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外观, 上了AMD的这套solution, 然后配了这个, 就是我说的东西, 在这个企业, 我觉得如果说今天一个marketing人跑来说, 今天告诉产品你说, 你这产品做的不好, 你应该做这个产品, 把这个配置做出来, 这个价位段你能够去突破, 就写下来就做了, 我觉得这是挺可爱的一件事情, 就是挺不一样的, 这个在其他的很多企业, 我做过的都没有, 另外就是今天从虚东也一样, 虚东说, 对啊, 为什么不讨论这个方案, 讨论一下, 就当会开完之后, 定起来说, 今天我们就出一个产品, 这个配置, 跟AMD合作做这个事情, 这个是在很多企业, 没有这样的trust, 没有这样的信任的, 我觉得第一个跟您讲的, 您的核心的这个传递挺重要的, 我到我部门之后, 一年之内, 我的七个直接汇报的人, 换了五个吧, 童言对吧, 换了五个, 就像讲, 就有的人, 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做一个campaign, 我要做, 比如说我要做这种campaign, 我的负责这个项目的人就不做, 觉得这不可以, 不应该, 他不, 他自己不接受, 我们要做怎么改变, 当时我头两个做法, 我直接跳下去, 我自己做项目, 我自己做项目, 比较辛苦, 但是我要证明给他跟他的团队看, 这么做是可以做的, 但做完了之后, 你还不改, 对不起, 你就把你放到一个, 你能够承认承受的这个地方去, 所以我大概一年之内, 我的直接汇报的人, 妻子我换了五个人, 换完之后的话, 我就在一段时间之内, 我们大家都是目标一致, 大家为一块做事情, 这是第一个, 就是你的核心团队, 要很清楚, 第二的话, 比如说有那些基地性的, 你要基地的, 你也可以做, 比如说活动做完之后, 你可以写个卡, 送个巧克力, 我们marketing女孩子比较多, 送个巧克力, 大家觉得很开心, 对这些, 比如说, 他是那种内在驱动性的, 你送个巧克力很奇怪, 什么东西, 我不会干这个事情, 干更多的是说, 他在晋升, 职业生涯发展, 调心的时候, 他不用跟我去讲, 我自己关照他, 这个你要分开, 有的就经常拍个肩膀, 出去吃个饭, 聊聊天, 你就做就好了, 然后活动完之后, 送个卡, 送个巧克力, 有的你就是要这么的方式, 但确实不同的人的话, 你要给不同基地负责, 你给一个自我激动性, 激动性的人, 你给这点东西, 他觉得很奇怪, 你这什么意思, 不大明白, 不然就分, 要分开了, 我不说我自己吧, 就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事, 就是这个人, 如果你从心理学角度, 心理学角度看的话, 两类人做事情, 一类是靠这个叫Drive, 内心取动一个叫Incentive, 外在的这些奖励, 如果这个人他做事情, 是为了Incentive, 工资, 奖金, 这些老板的拍拍肩膀, 乘存到地, 这种人的话, 其实就比较难, 因为你没有这个Incentive, 没有这个奖励, 再不干了, 如果你找到这个人的话, 他做事情是因为有内心的驱动, 自己对自己有要求, 自己想干, 你就比较放心, 你就别把他扭麻了, 自己就干就行了, 你不理他就好了, 他自己总要找办法, 把这事情做好, 怎么做的话, 自己会研究, 联想有很多人有Drive的, 比如说举例的杨人庆先生, 我们每两个月有一次会, 是讨论联想未来12到18个月的技术, 这个会原成自己call的, 每两个月有一整天的会, 开这个会, 呃, 原姓今天从汽车电子到智能手表, 每一个他对的都感兴趣, 每一个他对的都问, 都跟着一块讨论, 都跟着一块学, 更不说之前学英文, 我没有看到一个老板有这么大的, 这个叫self motivation, 这个自我激励能学这么多东西, 我进公司的那年07年, 我记得我老板少鹏, 我进公司第五天, 当年的CEO叫比尔门里, 我到中国review中国的生意, 少鹏说你去讲, 上班五天我怎么讲, 那一整天八个小时的review, 我怎么讲, 说你讲吧, 反正才来都这样, 我就讲了一整天, 然后比尔看着我说, 我知道问你什么问题, 你也不懂, 算了不问了, 那时候因为什么, 因为没人可以讲英文, 少鹏不讲英文, 原地也不讲英文, 这是07年三月份, 到今天少鹏自己去巴西出差, 英文说的比我还好, 他真正跳出来, 这才用的不对, 原型也是一样, 就今天这个企业的核心领导层, 他们的这个动力, 那我觉得特别的印象深刻, 特别印象深刻, 我跟我team开会, 两类人, 一个人的话, 每次开会要猜我想什么, 比如说跟我会把总筛, 这阿特想什么, 然后另外, 经常在开会之前跑去问Vicky, 我的这个EA说, 阿特今天怎么样, 情绪好吗, 不好, 你不是换个时间再来什么的, 他总在猜我想什么, 有些人的话, 就是我自己想的是什么, 我要怎么做事情, 告诉我, 我想的是12345, 这两个人的话, 如果总是猜我想的这种想法, 大概都是那种, 就是靠incentive, 因为我如果过了关, 甭管多烂, 我说OK了, 那他就高高兴向就走了, 那前一人的话说, 他不是在猜我想什么, 他自己对这事情要负责, 自己用自己的理解去做事情, 做一个方案来给我看, 我觉得这事交给他就更靠谱, 因为他自己要把事情做好, 不是因为我说好就好了, 我听不听有挺经文分明的, 很多时候别人找我来, 一边说话, 一边看着我, 看我, 然后猜我的想什么, 他们经常跑去问Vicky, 阿特喜欢这个吗, 我说你们猜我没用, 第一个人猜不中我, 对吧, 我每天神出鬼帽, 你们能猜得中我, 第二, 你猜中了这次下次怎么办呢, 你不是每次猜得中我, 所以我听不听有这样不同的人, 我自己判断说, 如果你总是猜我的想法, 迎合我的想法的话, 你大概就是靠这种外在去, 外在的奖励的生活的人, 对他的话要做关照一点, 第一类人的话, 他自己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他自己有追求, 有想法, 可能有时候想法跟你想法不一样, 但你总会给他更多的几乎, 能够提高你, 我要问的问题就是说, 你有更好的办法, 花更少的钱做更好吗, 下次给我个方案, 他真是拿一个方案来, 花钱更少做得更好, 这两个人不一样, 分这两个人特别难, 因为面试的时候表现都特别不一样, 面试的时候比如特亢奋, 然后进来之后不怎么说话的人挺多的, 我觉得反正就面试的时候, 大部分就是我给他们就是挺难的, 就是一直在push他们, 就一直在给他们压力, 就看他们成压力怎么样, 就是你说了这事, 那我就打断你再说另外一个事情, 再打断你看看你是怎么去做反应的, 挺难, 因为做市场的人, 很多时候不像做销售的人, 那么有进取心, 或者是那么强, 我觉得对我来讲的话, 最难的是这个体系的能力的提升, 就今天我可以自己跑得很远, 然后大家跟我上, 但最重要是说这体系这么多人, 他们能力能不能提升, 我们其实在过去这一年, 每次的workshop都花了很多时间, 做能力提升的项目, 我们讲的很多东西挺好玩的, 这个他们都听过, 比如说我们讲过色彩管理, 就我们给所有市场的提醒, 讲什么是色彩, 为什么红色最异于辨识, 为什么橙色是很好用的一个颜色, 讲过色彩管理, 讲过音乐赏息, 就今天比如说, 我们曾经在看见大会的时候, 我们晚宴上有人放二线音乐, 拿着杯, 大家干杯的时候, 如气如素拉着二呼, 很奇怪, 所以我们讲了很多跟工作, 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对每一个人在这个工作岗位, 能做得更好, 有很多深远意义影响的这些东西, 所以对我来讲, 最重要是说如何去增加整个体系, 每一个人的能力, 这里包括social的能力, PR的能力, 以及4P整合营销能力, 我们这次5月之前, 刚刚做了kick up, 我们的workshop两天, 我自己讲了一个半小时的4P整合营销, 今天怎么去把4个P, 我们从产品价格渠道到最后的promotion, 放在一块, 打一个4P整合的卡, 我自己亲自讲, 因为以前要在EMG, Operation这个教材是我开发的, 是我讲的, 所以给他们讲, 所以每次开会未来, 我们都会有讲PR的部分, 讲social, 讲社交媒体, 包括讲4P, 每次都会有这三个部分, 所以今天对我来讲, 最重要是这个300多人的体积, 他们能力的提升, 是我的当务之急, 因为他们能力提升了, 我们才能花更少的钱, 办更大的事, 这品牌造成机会往前走的更多, 联想体系是这样的, 我每年有一个指标, 就是我的turn around, 流失率不能超过多少, 不能跟说来说, 就是我如果今天把人都开掉的话, 这指标我达不成, 在联想有一个困难, 就是我不能轻易的把人开掉, 所以我要做的事情, 就是今天我进门的时候, 比如大家我们合作一开始, 可能你能跳80公分, 那明年你要跳85, 后年要跳90, 这是我的要求, 你今天跳80, 明年还跳80, 你过不到后年, 这个大家觉得reasonable, 所以我们每次说, 我们要求每个人在每一次campaign, 每一个季度每年之后要提高, 你不提高我淘汰你, 但你淘汰比例一定不是10%, 很小, 第二的话, 就是每年的情况不一样, 有的时候, 比如你这个人走了之后, 你不能replace, 像我们现在的海汉比较紧张, 不能招人, 你可以请人走, 但你不能招人回来, 所以我的难度是说, 今天就这些人, 他们过去做了10年, 做了12年, 做了8年, 5年, 做的都是最传统的IT企业, PJ企业的marketing, 怎么让他们跟着我们转型, 转去做更消费化, 更年轻化, 更时尚化的事情, 这是我的挑战, 但这才有意思, 看大家都一年之后改变了很多, 挺好玩的, 我给你举个例子, 他们都可以做证, 我们以前有个女孩, 四川来的,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是11年的12月份, 晚上吃饭, 吓我一跳, 一开饭大喊一声, 谁谁滚过来, 干杯, 一杯白酒倒下去, 整晚上就, 就是那种, 跳香呼东西, 灰头湖南北, 就看起来, 把我吓一下, 完全不像一个marketing的女孩子, 5一之前的这个活动, 我们这个Tikov, 一年之后嘛, 这个例子没来啊, 来了, 那坐着呢, 这么乖啊, 今天我变了, 她的改变的话, 从她做的坎片看得出来, 我12年1月份去成都, 她的坎片, 我这个非常粗糙, 唱歌跳舞, 对吧, 抹了红蓝带上台, 今天, 今天她做的坎片, 就非常很有调性, 这改变不立天的, 但是我能看到整个体系在改变, 这个对我来讲, 这非常rewarding, 就非常让我觉得这个有成就感的, 因为改变做事的方法, 改变的都是一样的, 就他们, 首先我的存在, 他们认可这种改变, 就愿意这么改, 包括从元性自己的改变, 大家都认可, 所以这个潜移默化, 影响到我们整个体系, 就我们做的活动也好, 包括我们一开始做活动, 要跟大家讲要怎么着装, 现在不用想, 包括我们真的team的着装的, 这个风格都在改变, 挺好玩的, 如果你没有机会, 一年前两年接受这个团队, 今天再看, 每个人都会改变, 每个人都会改变很多了, 你觉得挺意外的, 这个改变是, 你这一年多, 你今天做了很多事情, 每次活动, 大家会改变, 比如今天我们做这个, 科技本发布的时候, 我们讲音乐, 我们今天把乐光曲, 为什么用乐光曲, 为什么做变奏, 如果拿乐光曲, 跟打击乐融合, 大家现场听完之后, 你再回来讲音乐上昔, 我相信他们一定听的对象, 就更好, 因为真的是, 你在现场听那个音乐, 太好了, 就是每一个高级行业按键的时候, 那个声音就把你的心穿透, 可以那种感觉, 因为我们调音, 请彭丽媛的调音是调的, 非常好, 每一次的活动, 大家的感受, 感知带给自己心灵的震动, 才会驱动他们自己去改变, 你不能让他改, 他自己要改, 但这个改变, 在整个体系里面, 我能看得到, 不着急, 因为没人到我一年就转完, 所以没人跟我说, 你必须要三年五年做完, 这事情是, 你不断在长期的持续, 就是你要像跑马中间, 你不是跑个短跑, 冲刺一下就完了, 你是一直跑很久, 这事要做很久, 所以我跟每个team慢慢说, 今天不是跟你说第一遍, 这个就说下去就没有了, 那说一年两年, 我每次开会, 我自己都会自己先讲, 一个半小时, 我一个keno stage, 我都讲一模样的话, 就讲marketing是全世界最好的工作, 这工作为什么好呢, 是你可以把你的爱好兴趣, 跟你所有的这些, 对生活的理解跟洞察, 放在工作中, 你喜欢音乐你可以用, 你喜欢绘画可以用, 你喜欢的一切, 就你对生活所有的passion热情, 都能转合成对工作的动力, 跟对工作的帮助, 就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工作了, 所以大家应该喜欢, 从我从第一天来就这么讲, 讲到现在慢慢听得越来越多了, 大家认可的话, 大家就花时间, 就改变自己, 改变工作方法, 这个其实是比每天工作更好玩的事情, 达成了刘军说要送我一个礼物, 到现在还没送, 不达成就下次你家在做什么的时候, 别人就不理你了, 你说你要在干什么, 你要什么角色, 没人理你了, 就我只有一次机会要做对, 因为这个我如果做错了, 四千多万, 因为第一批是四千七百万, 后面有四千万追加, 就没有了, 所以如果我的错误, 我的错误代价四千七百万, 如果今天这个产品, 比如卖了十二万之后, 卖不动了, 或者说今天必须要去把一九九九, 砍到一四九九才能卖的话, 那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 你都会把我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工资是有合同的, 签了合同都不能够, 奖金什么就没了, 这是可能的, 如果这次真的没达成的话, 我确实要好好总结复盘一下, 下次我还在, 我会在, 你只要让我, 你敢让我受, 我就在是第二次, 因为这东西就是, 你对自己有信心, 然后你自己逼着自己, 无非今天你交多少学费的问题, 公司如果能让你交得起学费, 就交了, 但其实我在之前交了很多学费, 在惠普十一年交了很多学费, 到来讲六年也交了很多学费, 说交学费, 跟你讲一个故事, 跟这没关系, 但也有关系的事情, 我在来讲有一次把朋友叫王云峰, 他知道, 王云峰的话, 当时联想十五年跟我干, 我们俩第一年干的话, 这特别痛苦, 什么痛苦, 他就老联想, 第一次跟我开会来, 大了一天坐下来坐, 我当时前面一坐, 抢他肚子, 我说, 咱们业务review, 你那number呢, 什么number, 我说你的CE, PTI, 你的grocery, 你的这个区域, 一张试没有, 我说, 我跟你来谈谈业务, 你问我这个吗, 我说, 好, 我给你五张slide, 换了个问题, 你给我填完之后下次来, 一周之后来了, 给他五张slide, 这么一门, 一个字没拿来, 就拿了一张纸, 写了仨字, 写了一个C, 就是总量, 写了一个revenue, 然后, 我说, 你的PTI, 你的每个产线, 找财务, 你找我问干嘛, 再打回去, 还要求做这五张PPT, 再回来一个月之后, 这五张PPT, 还是给我空着, 说你这英文我看不懂, 好, 这是第一年, 我们俩合作了两年, 到第二年年尾的时候, 还是王玉峰, 我们的中间很多过程不讲了, 然后, 我后来给他写邮件, 要写中文, 写英文, 他不给你回, 打电话没有, 好, 写中文, 到第二年年底, 我转回来做Opercent的时候, 我找他做事, 我给他写的东西, 隔了大概两年之后, 写邮件, 我就用中文写云峰, 我希望你能帮我做什么事情, 这产品的话, 我希望你能给我卖多少, 他第一个打回来, 我说老板, 写英文吧, 我可没面子的, 给我写中文, 他没面子了, 好, 回来之后, 咱们开会, 看产品能不能卖的好, 来开会, 进来带着笔记本, 50张Slide, PPT, 他打开跟我说, PT的时候, 运峰把这笔记本合上, 你告诉我, 你要搭上这个指标, 你需要什么资源, 我不看你PPT, 你需要什么资源, 傻了, 说我这都在PPT里, 你不知道我讲PPT, 我怎么跟你说, 他后来我们俩, 就是为这些兄弟们俩, 做一块吃饭聊, 后来笑的一塌糊涂, 他跟我说, 当年他在那边说, 你是我老板, 你要给我资源, 我要什么的, 你给我, 你就别问了, 我就干去了, 两年之后的话, 我反过来, 我就说, 我对你的最大支持是, 我不用看的number, 因为你对number, 你很有把握, 你需要什么资源, 我能给你的, 让你把车做好, 我们俩掉了个个儿, 这个过程, 我大概花了很多年, 再来讲, 我才养成这个习惯, 但是我们两个这个故事, 我们每次讲这个故事, 笑的一塌糊涂, 这是我的学费, 我在我名下, 最多是我管1300人, 有1300人受我的折磨, 一定要跟我review, 拿英文PPT, 然后讲PPT, 对咱们来讲, 是很大的折磨, 所以这是我的学费, 但是这家公司, 允许我这样的人存在, 我觉得他们也挺包容的, 但是勉强的人, 我觉得可爱就是说, 他愿意学习, 但我也可以学习, 但是我之前很多跟我合作, 非常不愧的人过了几年之后, 我们回来, 大家就是这个默契, 真是不一天两天的, 以前在做APPT做的, 大家都不开心, 都不愿意跟我合作, 把我排去俄罗斯做了两年, 然后回来之后, 接着看, 就回来接着看, 还是这样, 我做APPT的话, 因为我的性格比较tough, 然后我做了很多改变, 大家都觉得不适应, 后来少鹏说, 那你就别管, 你去管俄罗斯吧, 两年的话, 在俄罗斯管, 我们体系不会有人被我打扰, 两年就把我拉回来, 还管这事, 再回来的话, 做的事情跟以前就进步一些了, 我们是第一个是有很多的这种调研的报告, 比如说讲这个用户需求, 这部讲这个包括每年有色彩, 流行色彩的报告, 另外的话, 就是对竞品我们都看, 我们部门是公司唯一一个竞品都买的, 我们因为我们有费用, 我们从华为到中兴, 然后苹果三星都买, 从平板电脑到手机我们都买, 今天来想只有我们部门有所有新品的旗舰产品, 联发没有, 我们有, 联发有时候会找我们借, 对啊, 他们不用看, 我们有, 我们看, 我们看苹果iPhone4, 4S, iPhone5, 我们看三星所有的产品, 我们都有, 我们都看过, 全拆开, 包括今天比如说, 像我们K9版的包装是拉起来之后, 五秒钟它会自动滑落的, 这个是跟苹果手机学的, 它有阻尼的, 就是我们K9版这个包装, 你打开之后, 你抓着那包装, 它自己那盒子会滑下来, 它的整个包装是阻尼设计的, 我们都看, 但这些东西的话, 就是第一个, 第二的话, 你得去市场, 我一年出展很多, 我去很多村区看店, 在里面有个电源, 说比如当时我们的880, 这个手机, 这个手机有黑色的, 然后所有人都要上, 产品经理说一定要上黑色, 白色没人买, 因为都是黑色的, 你去店里的卖全是黑色的, 然后我记得, 我当时去了四川, 成都旁边有个地方叫五级城市, 我忘了, 我去电信营业厅, 这一条街全卖手机的, 青色全是黑色的, 那我就拿了一个, 当时这个我的工生样机, 有的岁份拿到的, 我说这个你就能卖吗, 电视我也不知道, 我就摆在那, 我就摆在那, 看个什么样, 反正一摆就有人过来说, 给我看看那白色的, 所以当时产品经理都认为说, 黑色卖的最好, 我们开始下单14万, 8万是黑色, 6万是白色, 6万白色做完之后, 发现说白色比黑色卖的好得多, 最后我们大概卖了70%的白色, 那这些东西你得去到店里面去问, 你去了解, 我们定这个颜色的是去年3月份定的, 这个产品是6月18号发的, 当时3月份你要去店里面看, 咱们说看大屏的, 没有白色的, 3千白色上的时候是在6月份之后的上的, 很多都是黑色的, 去店是一个, 比如说我们看很多净品的材料, 看净品去店, 然后读一些很多的客户的那个, 还有, 我们自己是做很多叫前测的, 像这个手机包括900, 包括Yoga, 都是我们部门做的前测, 就把客户招过来, 问问这手机, 如果你有什么, 你要喜不喜欢, 要好多钱买, 那前测又好又不好, 就我们Yoga前测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看好,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 然后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推出的7寸的这个新产品叫Blade, 前测效果非常差, 差到我们就大家觉得就前测就都不喜欢, 我们这产品经理很没信心, 那我反而觉得这些产品, 我自己认为还是有信心, 所以如果明年再来讲的话, 可以讲Blade, 这个故事是我是唯一一个说这产品能卖的, 能大卖的, 我们要跟产品经理下礼拜PK, 就是我觉得产品有机会, 因为前测效果非常差, 但我觉得还是有机会, 那这个判断就是很难的, 就是如果能判断对, 可能判断错, 880判断对了, 900判断对了, 可能下个判断错了, 这我也不知道, 所以如果明年早就回来, 咱们说说我们那个7寸的平板, 明年你会知道我们上这个产品, 是不是能大卖, 那也可能我判断错了, 那也可能判断对了, 这很难讲, 也懵吧, 可能有的时候, 第一个, 咱们说了大事件营销, 那这个是我们去年6月18号发, 880手机的这个发布, 这个手机跟直升机没关系, 它因为屏幕大, 我们就大有意思, 然后这个我们的测试方式, 在天津基辅号航母上发的, 跟搜狐合作, 发布是我和旁边六女士搜狐的王兴, 她的联席CEO, 这位男士是曾国章, 是负责这个智能手机的副总裁, 女孩子就是这个产品的产品经理, 我们一个四个人坐直升飞机, 从唐姑机场起飞, 飞到航母上下来, 拿着手机走下来, 这个视频, 这段视频被看了大概小一百万次, 然后整个发布会的传播手术非常好, 因为苏胡他们求了巨大的经历, 因为他们副总裁, 当时的高级副总裁, 直径本堂, 我需要帮你们知道什么, 他现在是搜狐的实际的操控人, 他在里面, 所以这个事情的传播我们花了很少的钱, 但传播效果是普通的传播效果的几十倍, 所以我们试了很多这样的事情, 包括病毒营销, 大部分病毒营销, 其实我们都有做很多的尝试, 比如我们在网上做了特别多的尝试, 就不一一到来了, 有很多病毒营销的话, 是那种比较挑战的方式, 比如说拖的, 有点黄的, 大家愿意看的, 比如杜雷斯很多的这些例子, 是你的品牌可能不能承受的, 我们的品牌是一个特别保守的品牌, 很多别人做的事情我们不能做, 所以我们要积极的证明, 这个时候你的病毒性就差, 因为大家网民的审美的情绪, 还是围绕着, 就是在比较那样的内容, 才会被看得多, 所以那方我们做不了, 但这个不妨碍我们做很多这方面的尝试, 其实做的挺多的, 但是利用大事件, 我们是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包括我们去年发布think server, 服务器的时候, 我们是跟展然航天, 跟神酒合作, 今年的神石上天, 会带着我们的派, 就是六月份会上天, 带着我们的派, 带着我们一大堆产品上天, 你们会看到, 都是利用这种大事件营销, 我们都做的, 您提的非常对, 另外您刚才说, 对服务型的企业的品牌, 我真的说抱歉, 因为我是在联想服务, 我没有做太多的其他行业的研究, 到底应该其他行业怎么做, 很难讲, 我今天是抛转语, 就是今天通过对联想, 我们做的事情跟大家分享, 可能更能靠你们, 给予反三思考一下你们怎么用, 除非今天大家真的有时间做起来, 我们有一段时间的沟通, 我可能才能给你出两个主意, 否则我今天跟您出途, 也是不负责任的。 领情事, 我们真是做过一些分析, 我就这么讲, 今天品牌转型要几个支撑, 第一个除了一把手支撑之外, 产品要支撑, 我今天跟我们的市里同学说, 如果今天, 没想到可以拿出这么一个产品, 这是2011年12月份, 我们上升U300, 这产品卖了12个月, 如果没这款产品的话, 我们就不会做时尚营销, 没必要, 因为那时候都是G70, 460都是黑色的, 这产品第一个, 14个毫米, 1.3公斤, 用的颜色在目光橙, 这个橙色我们调了是11到7, 摸起来非常漂亮, 因为这些产品, 所以才支撑我们用时尚营销的方式做它, 优格是一样的, 如果没有优格, 我们根本不会搞一个发布会, 如果没有K900, 不会找科比, 产品如果不能支撑, 比如说今天我们, 这是我们乐丰一代, 我经常跟系统开玩笑说, 我那个11年回来10月份的时候, 乐丰一代, 因为一代是10月份退市的, 所以我上班那个月正好一代还在卖, 因为到10月底就没了, 这东西从10年的419到11年的10月底, 18个月一共卖了80万, 在11年的10月份, 我们出了4款, 一个是S2, A500, P70跟A60, 这4款一个月卖102万, 我当时拿了产品跟系统, 我老板说, 这么难看怎么卖啊, 我老板跟我说, 我还见过更难看的呢, 意思是说, 今天如果你没有一个合适的产品, 你所有的一些手段都没用, 你也不能用, 这些手段要符合你的产品的特点, 你的产品特点给你产品的目标消费者, 你才可能就用这些手段去帮你做品牌的推广, 另外一个企业, 咱们这有方正的同事吗, 没有, 我每天听方正电台里面, 都讲方正权力什么支持爱心秀途, 这是一个点子, 今天他所有的品牌的这些声明也好, 这些品牌的速度也好, 跟产品跟公司没关系, 你看方正产品, 怎么买啊, 所以如果今天你做品牌的话, 你不以公司的策略, 不以公司的产品为依托, 你不可能做, 这东西落不了地, 所以我们不是每个产品都做成时尚发布会, 不是每个产品都找科比, 不是每个产品我们都讲高级万表, 这个我自己喜欢表, 喜欢了十多年, 这是第一只产品, 我可以拿出来拿我万表的知识去讲这个产品的, 这个是谁啊, 所以要产品, 那回到跟他说的第一个问题, 我忘了, 什么问题来着, KPI, 我给你举例, 就是第一个是, 如果你的产品公司够大, 你是做很多知名度这些, 调研是有意义的, 太小可能没意义, 但比如如果你做一个4000个样本, 用户的调研, 我们大概花60万人民币左右, 这钱我觉得不算小数目是挺多的, 但如果你公司真的够大, 然后知名度够高的话, 这个调研还是值得的, 那除此之外的话, 有很多特别小的定向调研的结合, 比如说在专门店里, 我们是做很多店, 我们叫进电指明率, 我们是打电话打到200个店, 要求这个店员在这一段时间之内, 就记录有多少人进电, 问哪个产品, 接下来, 发规过我们就够了, 所以你可以用你的零售, 如果零售体系的话, 就有很多可能是根本不花钱, 或花很少的钱, 你能够拿到的数据, 这种调研的方法非常多, 所以你看你要花多少钱, 要做多少数据罢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 但是你要对品牌, 你对最基本的它的知名度, 美誉度, 这些东西你要一个基本的了解, 所以这些调研可能还是必要的, 除非今天比如说你的公司品牌并不重要, 对你的客户来讲, 比如说你要做一个这种, 不是消费品的, 那你可能这个品牌没那么重要, 消费品牌还是比较重要的。 移动互联, 今天用手机上网的人, 在去年已经超过用PC上网的人了, 今年的话, 假许是绝成而续, 就今天比如说我们, 三亿多部智能手机, 就有三亿多部智能终端, 上网, 我今天真正的移动互联网, 是以手机为核心的, 上网工具的上网体验, 拿手机上网跟PC不一样, 当然就是屏幕比较小, 另外的话, 处理的功能远远不PC那么强, 所以你对HTML这种技术使用, 对各种方面的使用,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今天我们做这个, 移动互联网, 其实中间很多的软件的部分, 非常多, 今天我们的时间不够, 我们有3700人的团队, 也是专门做手机研发的, 包括手机软件, 今天也讲的研发工程, 大概超过5000人了, 这个产品, 你没有一个产品, 是在完全相同的情况下竞争的, 我给你举个例子, 880上市的时候, 880这个分辨率很差, SVG最差的400成600, 分辨率差一个好处, 它不耗电, 别人都是双核四核, 那时候都是四核, 我们是单核, 不耗电, 所以今天单核分辨率差, 摄像头500万, 非常差, 你都800万1000万, 我还没闪光灯, 也不耗电, 都扎在一起, 我待机器像582小时, 这是唯一一个, 你拿手机一天不充电, 总在玩到玩, 所以我们今天上来打的什么是耗电, 打的是耗电大赛, 长电, 随身影院不落幕, 其中要害, 打丰脉, 所以今天你在任何时间跟竞争品打, 都是在特定的时间打不对称的战, 战役, 你总是打到你比较好的地方, 可以怎么说了, 所以今天我们打这个长电, 这不落幕的随身影院吧, 特别棒, 这个大家买了特别白印, 你买了之后, 这应该就都不错, 所以今天对产品的了解, 对你的卖品的了解, 跟你对竞品的了解还真挺重要, 我们之前看过所有的竞品, 这让我们研究生, 这都是竞品, 我们的是最差的配置, 我们比它卖多好, 所以你永远是在一个时间, 一个地点, 打一场不对称的战争, 这里能不能抓到你的地方,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 一定会有, 我给你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做饮食植入, 饮食植入的话, 就是有几种植入, 一种叫贴片, 就变成了一代宗师, 你买一个贴片的权, 一般是250万, 做贴片, 你就可以用一代宗师, 可以一个手机, 可以一个什么东西, 贴片, 这是一个, 像钢铁侠, 大概260万左右, 这叫贴片, 你应该叫植入, 就今天比如在电影开发的时候, 你就把成品放进去, 我们的西雅图的话, 这个成本比贴片便宜得多, 但代价就是说, 你得自己花时间去看剧本, 看导演, 做这方面的study, 然后你做这方面的尝试, 你花了时间做进去, 在九里的生理, 去年我们赞助了一个叫意大利超级杯, 意大利两个比赛冠军在北京踢上球, 前年的话, 那是华为做的, 7000万, 就是6800万, 赞助冠军费, 他们做了, 今天之后, 对不起, 前年他们都去年是我们做的, 我们花了40万, 为什么做, 就因为以为, 我认识这个人, 然后他们当时到最后卖不出去了, 因为去年, 华为砸了钱之后, 别人谁, 他也不想卖便宜, 卖到最后就没人买, 没人买的话, 他就说, 那你们要不要做完, 因为告诉我的时候, 还剩5天, 我们得把所有东西都做完, 因为一大堆冠军在做的事, 我们花了40多万, 不到50万, 做了就冠军, 把所有东西做完了, 够快, 这个冠军, 比如说, 你花多少时间, 你的精力时间花在哪, 就像王老师说的, 我从周一到周五晚上都在外面, 我们经常跟野人吃饭, 什么野人, 就是跟公司没关系的人, 比如说时尚媒体的人, 可能有导演, 就各种各样的人, 这些人都是你的资源, 你了解的越多, 你对资源的把控就越强, 比如说我跟时尚媒体的文人, 我们的关系, 造成我们能做很多的cover story, 做这种分辨报道, 你认识导演的话, 你知道说你投一个剧, 这剧靠谱, 然后你的回报会非常高, 这个东西就没有秘诀, 你自己花时间你做了, 你比别人了解的多, 你就有更好的判断, 我觉得这没什么秘诀可以演的, 你要说分销的, 跟做零售的, 你的核心证证, 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今天说的IT的分销, 我们的大分销, 讲的是我们的资金回报率, 一百万投进去, 一年之后能拿多少钱回来, 你每一次进货, 拿满了, 拿我们拿1.75个点, 拿满了, 你做到极致, 拿1.75个点, 但是你一年能跑18圈, 跑20圈, 我们最好的分销商一年, 可以跑24圈, 最差的跑6圈, 你那100万, 你每次拿1.75个点, 你成多少棒, 你成24还成6, 这是一个资金回报率的问题, 其实做零售的, 我们说的更好的分销, 这个我就很难讲, 因为零售其实, 举几个例子, 我们在Windows8刚上的时候, 全球就全国一片寒打, 大家都不喜欢又贵, 这个很难卖, 我们在湖北的一个五级市的分销商, 经销商店面, 这个一个月卖了40多台, Windows8的产品, 结果我们那个程启东, 专门跑进店里, 问怎么卖的, 从这个店长, 这个店的这个负责人, 就他自己拥有这个店开始, Windows8背的滚瓜辣手, 所有店员都讲得对好, 但Windows8全部都是Windows8出样, 大约就跟所有人都讲Windows8, 讲我们的H20, 就把所有的Windows8产品, 包括油果都讲得非常好, 我们在今年Kickup的时候, 我们这个公司开店大会, 我们我自己在美战, 在湖南那站, 我们面对大概700多个我们的合作伙伴, 一半是零售店面的负责人, 我说你们上一次学产品, 自己做起来学产品是什么时候, 因为卖PC很简单, 耳朵能详, CPU, 显卡显存, 不用讲电池, 今天是我让我们的PC区域要卖手机, 大家说卖不动, 不会卖, 我自己去了几个PC区域, 问他你能不能卖, 说摆在那边买, 我说你手机什么型号, 问你老板, 老板说, 什么什么型号, 叫过来, 电池多少毫安时的, 不知道, 大家之前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问我们的手机道, 说你上一次你作为一个公司负责人, 你学产品是什么时候, 那底下压缩无声, 所以今天我经常去跑到店面, 跟我店面那个负责人说, 我说我在想做VP, 你的产品说不过我, 你的产品拉过来, 你从笔记本再开这一道, 你的手机你说不过我, 胆疾我不收, 我说不过你, 你说我能说得过我, 你每一个东西比我还熟, 你怎么卖, 做零售的, 其实我们现在给我们体系压力非常大, 就是我们今天要求今天体系的人, 从负责人开始, 如果你不了解产品, 你别干了这事, 你没法卖, 你百家就卖, 那为什么找理由, 一个人都不给你, 所以今天做很多我们的分析销, 因为IT整个产业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毛利非常低, 所以要求美责人付出更大的代价, 零售方面, 我们一般保证就15%的点, 你要会卖, 我们其实这个S880在店面, 一个店卖S880能挣450到550块, 我今天看到能挣600块的, 就在店面那个销售讲880, 我们是总结的这个卖点, 我们其实总结的十大卖点, 我们运程手卡发给了7000家店面, 我做了7000个手卡, 但其实每个店只有一个, 第一个是你要自己复印交给每个人, 我看到我今天到店面, 每一个人知道手机是什么卖点的, 就说这是5寸, 没了, 我看到就把每个卖点说得清清楚楚的, 我去每个店面, 我就问了店员, 问店员, 说你给我讲一下这手机, 讲不出来的大有人在, 所以, 没什么诀窍, 今天这事, 反正我们对我们体系就很严, 就是店长来的话, 我们PK一下吧, 我们这是这次KTOP, 真的是你讲的产品, 你讲的比我好, 那我就送你一个, 讲的没有好, 你就坐下, 再来一个人, 我们自己体系内部, 包括我们所有推广的这些例子, 我们二三个分区, 我有一百二十的人在分区, 我到每个分区的话, 就是推广率的, 坐在来跟我讲, 你给我讲产品, 你讲的880是什么样, 讲不出来, 那就很难看, 说过来, 我今天看到非常多的店员, 他花了很多心思怎么卖产品, 然后我还见了更好的店员, 他可以告诉你说, 这产品比魅族的哪一款好在哪, 比三星的机器好在哪, 这个让我觉得特别的, 其实我们每次做产品分区的话, 我们都是把进去的分析, 我们自己都看, 但是一般下到店员不会给, 你们的话, 有店员真的是把所有的五寸, 给你讲的透, 不可能不买, 我自己在店里就卖过, 联想是一个高效运营型企业, 其实我们的合线真正是高效运营, 这个还不是我们的合线竞争力呢, 你这不能回答太多年的问题, 也太专业的问题, 小米的手机要这一款, 这个是电商这一款, 小米的城也他拜也他, 因为他只做网络, 今天这东西一年卖个五六百万, 到头了, 这个没有太大机会, 这市场三亿多部手机, 你卖五百万, 我们去年卖了两千八百万部智能手机在中国, 今年我们要卖四千万部, 去年叫牌叫两千万部的, 中兴华为小米还有什么, 10个品牌叫两千万部, 做到两千万部的, 只有我们跟华为的中兴三家, 做不到, 做不到, 电商占我们手机销售的百分之二十, 高过电脑, 未来的话电商能卖的更多, 因为手机太快了, 而且今天, 你说一部手机一千块两千块, 再往上下个单拿回家买, 很容易的, 你要说做一个决策, 说买一个台式机可能是七八千块, 比基本四五千, 比较东西很多, 手机其实比较容易, 对快小品, 具备快小品的特点, 感谢观看